三個鐘燦蕩 我們這次就響應 史老闆對於治港的一些方法 這是第二個話題 第二個話題 也不需要第二個話題 總之就是有些人去想 究竟如何解決香港的問題 現在史老闆就說 他有一個好竅 是可以舒緩到現在的文憤 那是什麼呢 就是 其實 我怎麼說呢 我記得以前有一個說法 就是永續基本法 其實這個小恥 他只不過是說 50年不變 50年不變的話 就2047 2047的話 不如我們重新起標過 之前那二十多年 好像做得不一樣 不如再延伸25年 再重新 今天開始 50年不變 於是 如果這個效果是怎樣 他講的效果就是 將社會的輿論 又說怎樣抗爭 究竟是警察不對 還是抗爭者不對 是轉移了一個 這件事好像很大 很厲害 不如討論這個問題 即是50年不變變75年不變 是的 就是這樣 我自己的演繹就是 喂 50年不變的時候 當年那些年輕人覺得 50年 50年不變到50年之後 我都退休 就好 那就好 不麻煩你了 但今天出來示威 出來衝那些年輕人 他覺得 25年的話 我現在才十幾二十歲 25年之後 就2047 不是25年 那變成我變成 即是中間卡住 可能我是最 最巔峰的時候 你就變的話 又或者早期 你也慢慢變 是的 變成我就很不安樂了 於是如果你跟我說 我由今天 起 50年不變的話 那我又可以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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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我覺得我 接下來的50年可以慢慢計劃 又或者 另外蕭老闆的講法 漏了沒有講 過去我們看了 二十幾年的時候 發覺原來有些事情 是做得不好 即是基本法 有些事情可以收緊一點 政治上 或者經濟上 有些事情可以放寬一點 可以再談過 所以有這個空間 就是做這件事 就看看大家的意見 你先說 你先說 OK 第一就是 50年不變的問題 就是現在 即使現在的年輕人 這件事是維持現狀 我都不需要 那你現在已經沒有了作用 即是說 好 現在就維持了 今天 today at this present moment 這個不變 不變 現在的問題 不是在五四年不變 其實 我講回基本法 一國兩制的時候 一國兩制的時候 當初成立 在中方的時候 我心目中 是以1984年 《中英聯合聲明》 那一刻 的不變 我簽了那一刻 但是 香港人覺得 是1997年的時候 那一刻不變 1997年的時候 英國是很刻薄的 所有事情 情況現在和1984年不同 相差十五年 現在很不同 所以中國說 1984年的時候 英國是很刻薄的 所有事情都齊全 我至少現在 肯定民主程度 是高於1984年 但你猜不到是1997年 可能是 中國就說 治好行政長官 大家不要爭論 那個問題 他是根據 那一刻去轉 而且你現在 根據這一刻去轉 是不同的時間 但是今天無論如何 今天大家 已經接受不到 1997年的時候 甚至1984年的時候 那個基本法 所以 你即使維持 不變也是沒有用 但不變是否好 比越變越差 對於一些年輕人來說 覺得越變越差 就算維持 剛剛回歸的時候 第二個問題就是 講越變差的問題 其實基本法 到現在都沒有變 現在基本法 就是喘息越來越差 現在基本法到現在 中方都覺得 我維持著 事實上我都覺得 中國是很遵守基本法 只不過他寫了一刻 已經是埋伏了賣地雷 之前的時候 你看不到那些地雷 即他開始太鬆了 不是 他之前的時候 其實他一早就說明了 這個大家都知道 他一早就說明了 但你看不出他一早就說明了 因為他之前沒有執行到那些辣的 正如在英國的時候 他沒有執行到那些 沒有公安條例 那些東西都寫在那裡 其實施先生那一份 其實可以說 以前他鬆了給你的 我們今天是否可以討論 原來有些東西可以鬆一點 大家開心一點 可以不可以 第三點就是 最基本 就是 基本法解釋問題 第三點就是 其實 基本法從來沒有說過 是 這個我知道 第五條已經說過 他是維持 資本主義和 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 不變 沒有說明 是 什麼 基本法本身已經是永續 所以不存在是永續的問題 OK 首先第一點 這個說法 好像 撤合AM730的聽眾 即是中產 有些價底 我們經常都說 這是劉細良的經典名刑 我們已經不能夠阻止 香港越變越差 但最低限度 我們要阻慢它變差 這些都是很 切合這個中產的方法 所以如果 施老闆說這個建議 是針對香港的中產 或者四五十歲事業有成的人 我覺得是很合理 很合理 所以為什麼你們會這麼熱衷於討論 但我只想說 如果是暫住一些年輕人的角度 你們這些廢佬有什麼不差 直接說什麼 什麼25年75年不變 這不是要這些 我們現在不是要50年不變 50年不變 現在對那些年輕人來說 完全沒有這樣 這件事是我們曾經經歷過回歸的時候 當時鄧小平說 因為香港回歸之後 可能會否變成共產國家 這樣吧 馬照跑舞跳跳 我們當然有感情感 因為我們經歷過這些 年輕人也沒有經歷過這些 他說你什麼差事 50年100年不變 為何陳雲 為什麼永續基本法會輸 沒有年輕人對什麼永續基本法 他不對長遠有感 你不如直接說 現在我有什麼好處 反而就更好 如果你不是好處 他們就說權力分配 你有沒有權力 現在可以分配給我們這些 一路在社會上 資產和年紀之力 都佔在比較弱勢位置的年輕人 你什麼差都沒有 然後你說什麼 你跟我說什麼 延伸25年不變 我也是這樣說 那你只是為止 優勢25年不變 你們這些老闆 繼續有優勢 多了25年 關於差事 現在問題是 以前我們都會覺得 25年後 我們都可以慢慢攀升到一個位置 我們慢慢都會由一個 不是記得利益者 變成記得利益者 所以等是有意思的 現在聽者覺得 等一輩子都沒有用 如果他們肯等 就不用說什麼 50年不變 75年不變 他現在就已經坐在那裡等 他們就覺得等是沒有用 所以才下來搞事 但這個問題是跟 一個兩制有什麼關係呢 可以沒有關係 理論上 他覺得經濟不好 什麼的話 外國都是有類似的 敦步元船問題 OK 好嗎 現在談到政治 政治是不需要想過道理的 你如果想 其實每一件事都合理的 就是明朝的政府 其實 為何知道 怎麼分別 其實因為土地欠收 那些天災 搞到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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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兵國時期 小兵國時期 這樣說服小兵國時期 大家說 其實不關政府的事 那些人關你 什麼事 就是罪犯你 現在政治 不是跟你說道理 不是罪犯你 所以基本上 你跟他們說道理 這些在太平盛世講 可能有些意識 如現在經濟欣欣向榮 大家都有工做 人工不停交 我擔心 將來會不會越變越差 不要緊 50年不變 我們延伸到75年不變 我原本想咬這件事 50年一向都是文學修詞 我咬來浪費 根本人們 連這件事 是不是一種文學的表達 還是一種實際 都不理會 我現在要什麼 我現在要著數 你給不到著數 你就要給我權力 你權力又沒有 我便作反 是這麼簡單 但當然 蕭穎青的想法就是 我起碼要穩住中產 跟中產說 你們現有的優勢 好像周彥大師說 可以繼續延伸下去 那你不要支持運動 你們是保持著你們的優勢 你支持運動 反而是對你有吃虧 那可不可以動兩手 中產就給他這件事 另外 年輕人就想過另一件事 令到他們 可以有什麼 現在如果中產支持他 如果只是年輕人在搞 而不是中產沒有支持他 如果只有幾千人在衝擊 就是完蛋革命 對 然後沒有中產 一百萬人在遊行支持他 那狀況是會好得多 毫無疑問 你少了之外 年輕人夠膽這樣做 因為他一百萬人支持他 所以從這個角度看 施永青就很有戰略眼光 你要瓦解活動 當然要由源頭瓦解 即是變成棄子 即是我們放棄那群年輕人 只要我們穩住 那群年輕人事實上 所有年輕人 如果是這樣的話 整個運動力是搞不大 其實年輕人很大程度 都是一些教協 從小到小去職教 你知道瓦解到他那群 帶他們那群人 是有一定的狀 但我只是說 其實幫不到年輕人 還有就是 蕭老闆這招這麼高 其實可以去獲得一百萬獎金 之前有百萬求一老 但誰是傍的 沒有人知道 但我只是說一下 這些治港方略 其實我自己有些想作偶 為甚麼呢 大家都是站在冷氣軍事的位置做 我說你有權 不要緊 你是林鄭說這些 你有power 因為你真的有stake 但你又沒有stake 又要想治港方略 結果就變了吹水 而最慘的是 這些吹水 都不能夠實行之餘 還要有些人不妥 反正吹水 為何不吹一些可以大家都開心的東西 不是 百萬治港方略的意思 如果你的百萬治港方略 那一百萬是以出之物 我一定會扔出來的 你們大家總之搞定 我最滿意的 我就扔你的方略 OK 尤其是 不知道是否拿到的 你現在還不知道你是甚麼人 現在譬如說 我周演走出來 我扔一百萬出來 在任何時 你們一個月之內 就扔大家的項目 總之我最滿意的項目 大家一起承諾他 然後大家支持 最多人支持的方略 OK 我就扔一百萬給你 這樣就不一樣 你現在一百萬都是假給的 我反而是看 你真的侮辱了香港 一百萬在香港買到甚麼 一層樓都賣不到 一個廁所未必買到 然後我想到 可以拯救到香港 我只可以換到一個廁所 我想說 那就是逆招 也好 還有就是 不知為何香港很喜歡 你就是指點江山 我們要想一些偉大的事 我反而覺得 團結基金 起碼給我獲得少許尊重 雖然他所做的所有政策 我都不同意 但起碼他真的想著實質改變香港 你想一些很偉大 很空泛的事情 其實你自己都不相信 那件事會有效 那就變成圍爐取暖 或者對著樹洞說話 只不過樹洞多些人這樣解釋 我們要解釋到一道 好